八神副 直符 直神 对 嗯 对 直符呢 我们这个大直符是什么呢 小直符跟着大直符走 诶 看一下 对啊 你这个是阳盾 顺行 那阴盾就逆行了 这一块啊 执 蛇 阴 执 腾 蛇 然后太阴 然后太阴还是六合 太阴六合 然后呢 白虎选五 白虎选五 然后九地 白虎选五 然后拍 发门 不是 指使门 指使门 指使门在认 不对 对 这个我忘了 指使门 谁 徐守 徐守是这个吗 对 指使门跟着 徐守 然后地盘呢 指使门跟着是徐守的地盘的宫位 地盘的宫位 这个徐守在地盘那个徐守在认嘛 然后呢 认在地盘的宫位在这嘛 这呢就是什么 就是使门 但是不是网上写的 因为我们看着是神石嘛 然后你看上面啊 有写嘛 跟着地盘上面 地支的起点为起点 啊 然后转九弓 这也是杨顺 应该是顺的嘛 你现在是这个什么是什么 这个选手是什么 什么时间 选手 啊 诚实嘛 诚实 然后要 要顺着转 因为这 陈 四 五位 假陈 你不用那么看 你这样写 这个陈石嘛 这个是这个 在这个 这个我们是陈石嘛 陈 然后呢 陈石在这 不是 这个 根据地盘的这个 工位 我再拉回来 这个盘 你没 你装过来 哎呀 在后面我就卡住了 所以这个 这个盘 有点大门啊 寻 指什么根据 寻手地盘工位 为寻手 地支的起点 为寻手 地支的起点 寻手 这个叫 寻手 地支的起点 为地支的起点 这个 这个位置就是 他就是那个 陈石 一套 陈石呢 这个支死门 在这个位置啊 陈石的这个支死门呢 死门在这里 陈石的死门 在这里头 但是呢 我们看的是生死啊 要开转了 然后呢 陈 陈 这个是阳堂啊 陈 辉 五 魏 深 应该在在这里 是死门 深 因为是生死嘛 这里是死门 明白没有 在确实在捋一下 那 呃 执啊 八门 执死门啊 执死门啊 执死门是死门吗 执死门是死门啊 执死门是死门啊 可能排拔门是难一点 这个指使门是什么 是不是使门是使门吧 指使门是使门 但指使门使门呢 它是跟在什么位置呢 在这个看一下 跟随寻守地盘的工位 寻守是认 认的地盘在这个工位 OK 然后呢 为寻守地支的起点 寻守的地支是陈石 所以说呢 这个使门在这是陈石的 陈石似乎在这个位置 陈石呢 使门呢 在这个 昆宫 昆二宫 在昆宫 陈石呢 使门是在昆宫 但是我们呢 起的这个盘呢 它是深石 啊 是深石 所以说它要找到深的地方 深石是在哪里呢 这个陈 陈是二吧 然后因为是阳环 那种顺形嘛 阳顺音力嘛 二 二吧 就是陈石 是二 昆宫 二宫 然后呢 陈玩的是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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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顿有关系 嗯 使门就开 使门出来的啊 这个就顺势则了啊 经开 修 修 上 渡 渡 净 嗯 OK 然后呢 再排那个 排饮干 啊 这个写写的写中间也行 所以的 排饮干 饮干看这里啊 死干呢 死干跟随子死门 按照天盘讯息的算 死干是什么呢 是雾吧 嗯 子死门是什么 子死门死门 哎 这个写上雾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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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呜 然后呢 按照天盘顺序 顺序 呜 呜 呜 这天盘呢 呜 在这呢 天盘呢 呜 你看这 这 这 死干跟随子死门 按照天盘的顺序 天盘是呜 还是就是乙嘛 然后就是新了嘛 啊 呜 哎 对 写啊 不是 那是乙啊 那不是 是不是乙吗 嗯 天盘嘛 这是天盘 物 乙 心 己 鬼 丁 这是天盘嘛 上面是天盘 下面是地盘嘛 根据天盘的顺序 这是物嘛 然后下一个什么 是不是乙 这是物吧 啊 他下一个什么 是不是乙 以下一个什么 是不是心 这是天盘的顺序 他这个顺序 都是这么转的 随便顺身转的嘛 这是天盘知道吗 嗯 啊 就是把天盘很超 转来就可以 对 那样说也是 对 这是物是吧 嗯 然后 然后呢 对他的物的下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样 嗯 啊 他这个顺序 顺序就是这样的 对 这个就写字呗 对 对 钉钉钉 写在中间 写上来也行吗 钉 对对了 这个也 认 嗯 行 就认 认柄 对 啊 这个好了 应该看好了 然后空王 空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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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晨 这是甲晨循嘛 哎 看着看 甲晨循啊 是 一 仁某 仁某 某在这 啊 仁 紫 仁某 仁某这两个还空王啊 假决心空王了 那这位还拉 还有啊 还有啊 拍马兴 啊 拍马兴 嗯 诶 识 识之对应 识之是什么呢 识之是什么生石啊 识 生石 生子城 马在哪儿 马在银啊 在这儿啊 啊 这些在旁边的脚上写啊 写个马字 好 这些盘呢 就排完了啊 这个排盘的过程呢 就是知道 我们说为什么是过去 现在未来 为什么有空 为什么有马兴 恐怕必动 这些话都在这里面啊 嗯 然后你回忆一下 回忆一下呢 让这个带的这个啊 那个 叔叔再排一遍 还是就你排这个啊 哎 你带的叔叔啊 学员和学员之间就叫他快一点啊 我教他排那个叫什么那个 方工啊 学了好几遍 那另外一个女孩一教他就会了 啊 没了那是羊盘的 不管他了 那就是那个什么九星啊 这扎门啊 扎门 扎门还是不太熟啊 排的时候我再跟你讲一遍 啊 排到扎门来讲一遍 然后呢 这个擦掉啊 来叔叔上 你像我在旁边一样的跟他讲 好吧 刚刚那个四处是多少来讲 哪个 这个甲银甲成 等一下 我先那个 任一年是吧 我拍个写个图 然后发给学员的学员 才能刚刚再来一遍 怎么再来一遍 这个输出上来又出又出来了 也是用这个 也用这个 对 我正常正常的那个 那个教课程这个排版是要一天时间的 虚声时间对吧 误声哪有虚声呢 好 嗯 呵呵 这是什么 来 来 谢谢师傅 等一下 等一下 按这个步骤走啊 按这个步骤走啊 来 定这个阴盾阳盾 先别算这个 这个是阴盾阳盾啊 这个看这里看这里啊 第一个呢 这个 时间呢 农历甘肢力 就我们转好了 第一个定阴盾还是阳盾 上月的话就是阳盾 确定了就写上阳盾 黄盾呀 写这儿 写这儿 写先阳盾 哎 往下面写 行 写那儿也行吧 Ok 要定局数 这是多少局啊 定局数啊 是这个银年这个三 年之 加上三 加上阴历的月数 加上阴历的日数 然后再加上日之 身在身首银某尘事不畏生 身在这个意思 这张手直丑云某尘事五 位身身在这个位置 就是123456789 这是9 然后和数呢再除以9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8 6 6 6 34吧 29 148 28 34 34 再除以9 34除以9 39 27 一减 是余几啊 7 7吗 对 逾7 就写了阳顿7局 嗯 看到 这个局势也进完了 开始排在9公往里加速了 这个7局在哪里啊 7局 嗯 来 这个 7局在哪里 7局是不是这样的时候呢 他这个羊的7局都出来了 先把9公的位数签进去 哦 7是在这里吗 对吗 周三有7 对 然后呢 7局就找到7的位置了 然后往里填那个 物己更新任鬼丁兵乙 按这个顺序永远不变的 把物写成 哦 是先写这个 不是 那个 排排那个 那个就是说 物己更新任鬼丁兵乙 他是这样的 走了这么一个 十天干的那个顺序 好吧 然后呢 先写物啊 就写这里面 对对对 那是7局嘛 你先写那个写物 然后呢 己 是按公位这样子 不是 按照那个 你跟他说啊 物物他己写错了 对 这个 你看你要标好这个数字 对 要把这个数字先标上 对 然后带90啊 9367啊 20为168为主 是这样 嗯 咦 这里是8 对 9 对 嗯 然后呢 7完的时候霧 然后己在哪 这个是 7完的时候霧 对 哎 你就懂了吧 你看这个 我把这个插了啊 霧己 是这样 对 是这样 对 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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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在都进啊 他就是韩姜月业盘 居然写得最难 对对对 他寄过来了嘛 ok 这个地盘就出来了 查寻手 寻手是不是看这个 对 用实柱的干支查寻手 这个实柱的干支是什么 是雾声吧 查一下雾声 是这个认识 对 写啊 写着寻手 是 雾声 雾声 甲臣 甲臣寻 甲臣寻 甲臣寻是任 OK 这个寻手少了 根据寻手所在的公位 定大指符和指使 这个看是任在哪个位置啊 对 定这个公位 原子的公位 元旦盘的公位 大指 元旦盘的星星是什么呢 大指符是星星嘛 这个星是什么 天瑞 对 写上 对 写上 写在这 子 大指符 啊 天瑞 大指使 指使呢 指使 指使是这个公位的门 这个公位是什么门啊 上 大指符 这个小高两 然后排九星 排九星天盘 大指符跟随十竿 石柱天干 跟随石干的顺序转 大之乎跟随石干 石干什么这里头 石干 对对 大之乎呢 大之乎呢 根据那个石干的 大之乎跟随石干 大之乎跟随石干 大之乎什么是天瑞是吧 天瑞写在物的上面去 天瑞星 然后呢 最上有啊 这个大之乎 然后九星呢 带动了地盘天干一起动 这个原本的天瑞星 在这个位置的地盘 是什么 是不是刃和饼啊 天瑞星是在这 然后他一过来的时候 他就把刃饼就带回来了 然后按照顺序转 天瑞星完了是什么 天柱嘛 天柱嘛 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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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柱星 天柱星 天柱星啊 天柱星呢 就把什么带过来 对对对 就把物带过来了 就把物带过来了 天柱 然后天柱之后是什么 天柱 天柱 天柱星 天柱星 英锐柱星 天柱星 对对对 这个带以过来了 对对对 带以过来了 然后呢 英锱柱星 然后鹏天柱星 鹏天柱星 它就这个是这个有嘛 天柱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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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柱 不是这个柱 是这样写的 是这样写的 润牢 对润牢 天柱星啊 鹏润 葱 然后呢 府 天辅星 府啊 天辅星 鹏润冲府 然后呢 鹰 鹰 啊 鹰 你是这边带过来 对 然后这边再带鑫啊 带鑫啊 这不是带鸡 嗯 写上门别写旁边啊 这天盘的银啊 对啊 我这边也搞错了 呃 没事 现在这个 那个 写上门 那边不管它了 写上门 然后那条 那条是梗 OK 好 这个 天盘地盘星 都排完了啊 啊 排那个八神 八神 八神的小支符呢 跟大支符 大支符什么呢 大支符是什么 排八神 大支符 啊 这里看啊 拍八神嘛 拍八神 就是小支符 跟随大支符 这里大支符是什么 天瑞 对天瑞星 然后呢 我们那八神的这个支符呢 就写在天瑞星那个 下面啊 旁边啊 支符 对支符 支符 把那什么 这是阳法吗 顺转嘛 支符把那支符 藤蛇 看这个 看这个 支符 完了藤蛇 他已经往上抄啊 往下钻着抄 支符 支符 藤蛇 然后什么 对 OK我吃这个 我吃这个 我吃这个 倒是不吃牛肉的话 牛奶 牛肉我也吃 这个 那个 怎么说呢 规定是有四样的不吃的 还有这个 呃 怎么说呢 这个倒是对这种叫戒律啊 它不是那么严 等那个全真呢 它戒律呢 就严一点 不吃荤的 然后呢 正一的话呢 有些人呢 他呢 自我要求高的 他可能就不吃这个牛肉啊 什么的 因为牛肉是那个 太上路均齐的嘛 但很多呢 像我们接触这个 牡当山的 茅山的 这些正一的 也吃牛肉啊 然后呢 等那个全真的那块 那个 根本就不吃荤的 他有时候跟我们也在一起吃 他也会吃一点 那个 荤菜 他吃点青菜而已 他不吃那个荤的而已 啊 倒叫这个 刀罐就倒罐不允许的 嗯 倒罐不允许 在外面吃饭就有点 对 对 这样排完了 这个八神就排完了 对了 八神就排对了啊 然后排八门啊 排八门啊 等会 这个不就会了 等一下抽一样 这排八门啊 然后现在你看啊 现在呢 是这个 排八门上面写的 直死门啊 直死门 跟随循守地盘的工位 这直死门是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 死门呢 直死门是不是死门 跟随循守 循守是什么 这是贾城嘛 贾城什么是刃嘛 地盘呢在刃的位置 地盘刃在哪里 在这里啊 在这个这个位置啊 直死 呃 这个就是贾城呢 贾城时 城时那时候呢 呃 直死 呃 直死是死门 但我们看的是什么 是不是生时啊 那你看直死门 入了工位 地支为起点 然后转嘴功 然后呢 阳顺逆 啊 他这个 你阳盘就顺着转嘛 然后转九功 然后到十座地中落到工位 为直死门 为那个现在的 这个是什么 城吧 这个是那个 那谁 你不这个 这个讲那个拍拔门了啊 这个是直死门啊 直死门呢 城时呢 是在这个工位 直死门 直死门嘛 死门嘛 城时呢 贾城巡嘛 城时在这个工位 然后呢 城 是 因为那个阳盘嘛 阳都念 城 是 是 然后呢 五 为 身 这样转嘴 身在这儿 这里就写身吗 嗯 不写身 写死门 写死门 先韧行 行 然后呢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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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未 身 啊 死门 然后写金 对对对 往这一圈走啊 对 顺行就行了 你懂了呗 你刚刚懂一些了 对 没有完全懂 它是根据那个尸间走的 因为这个直死门啊 直死门是贾城时候 贾城那个时候呢 在这个刃的位置 然后我们看盘呢 是这个物身时看的位置 至少如果是英顿的话 嗯 就是二一 哎对对对 就逆行了 九八六 对 这个排排方法呀 知道就行 这个我们呢 呃不测重那个 这些东西 因为用手工起盘 没人用了 它已经过时了 然后各学员呢 这个排排方法 大家知道就行了 然后呢 为什么呢 因为用这个手工起盘呢 已经都没有了 在这个 都是用电子电源键 为什么呢 要讲这个东西呢 就讲这些东西怎么来的 你才知道师傅说 这个是这个过去的 现在的未来的 为什么大支付有什么用 小支付有什么用 什么东西 你通过这排盘之后 你就就啊 明白了这些东西 它的一个原理了 懂它原理 就有个测重点了 怎么治理的死门 哎 这不是死门排完没有 那个门排完没有 啊 死门啊 死门 凶上路 警死 你看这门排完了 门排完了 就排这个 再排尹干 尹干 尸干跟随子死门 尸干 尸干是什么 这个尸干 尸干 尸干跟随子死门 是在哪里 子死门在什么工艺上 刚写完吧 咱们是 子死门刚天下在这吗 子死门 尸干跟随子死门 把这个物写在这 写在外面去 啊 物 然后物完了之后呢 然后这个尸干呢 是根据天盘钻 这个天盘是物吧 然后这个天盘是乙吧 就写 下面写乙 啊 然后这个是心嘛 天盘是心 就写心嘛 天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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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鬼 在跟他就根据天盘钻的 那这个天盘是这个尹 那这写错了 刚才你这个位置写错了 这是尹 这个是鬼 啊 这个是鬼 然后这个是钉 这下咱们就有点灭 这下咱们就有点灭 啊 这下咱们就有点灭 那这下咱们就有点灭